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在几年前就开始出问题了 如果把中国形容这个铁塔尼号 他大概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就驶入冰山群里了 在2018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 中国选择全面对抗 那时候就已经撞到冰山了 然后已经落入一个大栋 但是因为这个船很大 所以它往下沉的时候需要时间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好像是很平稳的状况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船舱也进水了 那个船舱也进水了 现在开始很可能这个船沉下去就比较快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 特别是这几年当中国的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的政策全部都是杀鸡取卵 就是在抢钱嘛 最近他在搞医疗改革 就基本上把医生抓起来当人质 拿钱熟人的方式嘛 这几年不动产啊 什么各方面的电子业能源业 已经全部都没有油水 可以扎看医疗业还有点油水 现在又奔着医生去了 那么这块再被他炸矿之后呢 他确实就已经没有什么新的钱的来源的地方了 我认为任何国家经济危机一定联动到社会危机吧 失业率各方面嘛 治安的问题嘛 经济社会危机一定会联动到政治危机吧 很多人拿日本的泡沫经济来比较 日本的泡沫经济是9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传说叫十年九项 就是到政治危机的时候 你不管谁上台 民众都看你不顺眼嘛 认为我现在过日子 苦哈哈都是你的责任嘛 所以日本其实从90年到2000年 基本上换了八九个首相嘛 那段时间民众的不满 其实是稀释掉了嘛 但是中国没办法 中国就是习近平啊 习近平而且还要做到 大概二三十年的 所以当中国经济爆发的时候 那么中国政府对民众的不满 他只能往下枪压嘛 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矛盾会激化 社会危机更加严重 然后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是进入一个恶循环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李强也很可怜 刚上台以后碰这个烂摊子 而且呢这个上面还有一个 爱出搜主意的引导 所以我非常不看好中国经济 我们下ắn二十一一次 成 пят三十三还是五个 какое 在一起这些 Bourbon